講到四行 這是四行呢 是行法主行之一 不過這發言四年以來 沒有破過人四行 三十七名被破四行的犯人 因此主張說 這四行沉害人性尊嚴四名款 三千實現 行法法定 今天三不破 這四行代表行下限 四行必須要在的 只要適用個案犯罪情節 殊罪檢重 而且要負荷行事 停輸負荷憲法 最特別的政黨 法律庭署要求職負 這可以跟他們破四行 另外這固案救助的部分 三十七名被破四行的犯人 在負荷破割的意志職負荷 都可以三千檢察總長 提起非常上手 白天白白的漏漏黨 都是聽譚的民眾 法定坐到晚晚 申請法律書法部保護官員 也都接著出現 還有一次社會在這裡 就是為到四行犯釋憲的申請 要在憲法法定來破割 挑戰四行的準規 國內還要負荷嗎 現在答案已經出現 選擇死刑作為最重變性 目的在此行為人承擔相對應 這罪責 得任公正應報 及嚇阻親愛生命法 一致重大犯罪 於目前人為特別重要 是公共利益 目的上屬何限 這次報告是包括普通三人 共在省高三人 共都三人和幫票三人 雖然說台法官是認定合憲 但看法定罪共調到報告四行 之前 不然必須要負荷犯罪 情形有夠上限中 而且要用上限 不在上司 因為是台法反則 四行適用的方位 就算是破合憲 才是有條件 尤其在上司上 是一站還有一站的犯罪 對政者的初期 警方精神的改端 共制律師的變好 又結合他們的心理 破事也要合議 一定會發官一致割 但是如果到第三次 除了要求共制便宜 也一定會有件事辯論 關鍵便宗 還有精神障礙 或是心理課限的 都總禁止破事 這也讓現行的 現實所想法者的法規 必須要受證 提出非常上述的案件之一 我們會再提起非常上述 鄭臺灣三十歲的四行 和大陸還沒接行 照這次的意志 所有人都會請求 檢察總長來 提出非常上訴 但是特別冰定 環南島 連署三人案的臨疑如 和四行 審議部臨翁仁 涉及精神障礙 修法真正 檢察 這國間也發聲明說 就算四行 沒有提出非常上訴 也會主動一案一案 起碼多難 去碰到國安 這樣不可以救助 就是說四行的接票 一樣是沒有時間表 再來四行的正義 英文就是一個難題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